宣讀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物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第一堂课是我们大山格林讲师 让我们热烈欢迎 面对大家呢 通过来 是第一宗的 exposure 下宾 你是民民省高杯 最大的障礙不是在通訊科技上是否能夠順暢的連接 而是卡在思想上 這是高科技業者永遠想不通的事 因為他們工作只負責架設平台 至於內容物Content不是他們所關心的 有效的溝通普遍存在於思想 背景 語言上一致的群體 這就是為什麼統治者總喜歡透過語言教育的方式 在孩子身上強行灌輸思想 在年輕的時候就進行思想的注射 之後所產生的免疫力可以終生有效 放飛到全世界各地都不會改變 除非統治者願意不去限制他們使用與生俱來 能夠邏輯思辨的能力 講到台灣史 我們講到歷史對不對 對 你們現在所知道的歷史是怎麼獲得的 誰能幫你改的 小孩子 幼稚園 初中 高中 長大孩子 這是有關於這塊土地的歷史 是有一個系統幫你改的 你們家的歷史是誰教你的 爸爸媽媽嗎 你當家出事說這是你的阿公 這是你的阿嬤 這是你的親戚 這是你的親戚 這是什麼大父子 是不是 我們這塊花在這裡 住了多久 過去是怎樣 對不對 在這裡多久 在這裡從剛才搬到這裡來 這就是 一個是屬於家庭的歷史 你當家出事就有兩套歷史 但是國家歷史 是掌握 國家權力的人 來決定歷史是什麼 對不對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先放一個輕鬆的 這張圖誰看過 有誰看過 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真的沒有看過 猜猜看 這個是多久以前的話 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 兩百年前 三百年前 四百年前 五百年前 差不多多久以前 還是最近畫的 光看畫 可以看出他的畫風 猜猜看 不是拼搏 原版 很久 多久 有沒有一百年 有沒有兩百年 認為一百年舉手 一百年以上 最快的 我去手 一百年的 兩百年的 三百年的 沒有 頂多 其他人不舉手怎麼樣 我們歡迎大家舉手 為什麼 就開始參與 參與我現在要講的東西 這個畫 你有沒有聽過凡谷 凡谷有沒有聽過 不是凡谷畫的 跟凡谷的室友 他名字叫高庚 有沒有聽過高庚 高庚有聽過 沒聽過舉手 我要解釋一下 高庚 你不要聽他給 凡谷聽他給我 凡谷 畫那個太陽 向日葵的那個凡谷 有聽過嗎 畫賣很貴 凡谷有聽過 Van Gogh Vincent Van Gogh 以前 小時候比較大的 藝術教育到哪裡去 都拿去 上數學課 美術歌都丟到一邊 美術老師只是叫你畫畫 都沒有跟你講藝術史 好可惜喔 台灣人過去的教育是這樣 他不太在意 你在藝術方面的教育 我告訴你 這是凡谷的 好朋友 室友 他在藝術中 叫做高庚 他們後來不合了 他就搬走了 他搬到哪裡去 大溪地 有沒有聽過大溪地 美術史不好 地理總是可以吧 大溪地在哪裡 大溪地在南美洲的外面的一個島 林坑夏威 跟南美洲之間的一個小島 那叫大溪地 大溪地以前是法蜀 這個人是法國人 就搬到這個地方 坐在這邊以後他就 因為在歐洲的錢 在那邊過好日子 每天就三餐都有人煮飯給他吃 美女隨時在旁邊服侍 這個畫家 他很快樂的畫家 可是他過到後來 居然畫了這幅畫 很奇怪喔 這畫給你感覺什麼 是快樂還是悠閒 應該滿悠閒的吧 教理說 有的人看出來不光是悠閒 那太深了 我現在不是要講這個 基本上感覺就是 輕鬆的過日子 在睡覺啊 吃東西啊 都沒問題 這是不是台灣人要的東西 每天過好日子 不用煩惱吃青 都有人幫你照顧 是不是這樣 這是不是台灣人要的 我們只要這個嗎 這樣就害了 我們當然不是 那個是基本的需要 人基本的需要 OK 我們先不講這個 這幅畫 你要去解讀它 要看這藝術家給它 取了什麼名字 有沒有 你才知道這畫怎麼看 不然隨著人去解釋 就有時候會錯意 這畫家給了一個名字 在最上面 這是什麼東西 什麼人 你看我們在哪裡 我們在哪裡 我們是誰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現在在這裡幹什麼 不要從哪里去 這幅畫在畫這麼深了 其實這個問題是每一個 只要你是人都要問的問題 不是在這裡吃青 睡我 好過日子這樣 這不是我們地球 我們地球多過於這個 我是什麼人 我是誰 我在這裡做什麼 以後 我們一組 我們從哪裡來 拜託往哪裡去 我先介紹這個地方 介紹1897年首都在巴比提 已經極度的西歐化 這個國家在殖民統治下 掙扎在困苦中 由於歐洲人帶來的疾病影響 一百年前擁有七萬人的土著 現在是減少到只剩下七千人 而且當地有許多風俗習慣也衰落了 這個他住的那個島 大西地很多的文明 就人也少了 因為西方進來 同時那個也沒有特別在保護當地人 對歷史的認識 漸漸就凋零掉了 有時候在想台灣 來 我剛才說 因為我們不是動物 動物一樣要吃青 我們人就要知道我們是什麼人 你知道嗎 人很重要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是誰 是你活在世界上一輩子 因為你是誰 你才決定你要怎麼做 對吧 因為你是這個家庭的大小 所以你才會去打拼整個人 因為要證明我是大小 我把這家庭換好 你若是些人的老爸 你就想辦法把這些家庭弄好 都有一個角色 人來到世界上都被賦予一個角色 想辦法把那個角色演得好 我是誰的媽 對吧 我想辦法把你娛娛大小 我是哪一家公司的辛勞 好好的努力上班 都有一個角色 所以人不是來到這邊空白一個人 慢慢人家會賦予你很多角色 你把他扮演好 現在就是你台灣人 你到底是什麼人 這個事情 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就算忙忙碌碌一輩子 你可能最後是 替別人再忙碌整死人 那叫做了人 又整死人了 你在為了一個假的名分 在努力 以前有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個 小日本人 如果是大小的 他前僕 大半輩子 是做一個錯的 反而替仇人 在以前那個仇人是欺負他們家的 我是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先回答這幾個 我這邊有一句話 他說資源回收的人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這個資源回收這幾個字 是我差不多三四年前 Coin就是製造一個新的名詞 你們有沒有聽過資源回收 有嗎 我們都本索 叫做資源回收 但是我在說這個資源回收的人 不是去收本索的人 不是說本索的人 是他自己本身就像資源回收物一樣的人 這是什麼意思 聽我慢慢說 這是什麼 所有人類的社會 幾萬年前當人類離開非洲 大部分活在世界上的人類 都是以什麼形式存在 部落 你們知道什麼叫部落嗎 部落是什麼 就是很多家庭因為共同的生活資源 大到頂 有很多家庭 有很多家庭 因為共同一個家庭不夠用 很多家庭因為互相幫忙 這樣建構起來叫做部落 部落會越多越大對不對 部落大了之後 有其他部落收到怎樣 不一定打架是一種 那不叫假的 那叫求生存 把對方滅掉 另外一個就是合作 變得更大 說我們兩個部落 跟組合 變得更大 沒有人感覺又起床 對不對 所以部落會越解越大 到後來部落會變成什麼 小的KINGDOM 小的王國 你看 在歐洲是不是有小的王國 在日本以前有不同的小的部落 對不對 然後在中國也是一樣 不同的國 怕來怕去 在中國那個地區 那這些國越在打越解越大 到最後變什麼 更大的國家都UNITED 像那個大英國協叫做UNITED KINGDOM 對不對 連大英國協 就是很多國家合作會 以前普魯斯也是不同國家合作會 日本啊 中國都是這樣 國越大 再大變成什麼 像聯合國那麼大的組織就跑出來了 聯合國是不是很多國家聯合在一起 叫聯合國 那它又管理聯合國會員的規矩 對不對 聯合國你如果是欺負到它 聯合國的會員會合作起來 對你制裁 對不對 所以聯合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UNITED KINGDOM 然後再來 但是喔 顧起來 它們是沒有錯 它會開始 部落跟部落會相修廝殺 可是廝殺的時候 以前的殺法是怎麼殺 全部殺光對不對 全部殺光 你現在就可以看到 這不是我在亂講喔 現在你去看敘利亞 在中東地方的殺法是不是就這樣 一進去就全部把你 不管男生 女生 小孩子 大人 老人 全部殺光了對不對 連動物也給你親了一乾二淨 俄羅斯去炸那個敘利亞 有沒有再給你帶點 說裡面還存小朋友 沒有啦 醫院照炸嘛對不對 這都是部落的屠殺嘛 以前都是這樣子 沒有什麼先進武器 但是這種肚子都在抬 很殘忍喔 但是呢 久了以後發覺這樣不對 我全部殺光 因為我土地變大 那誰來 下人來幫我照顧這麼大塊土地 所以就產生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就跑出來了 這是什麼東西 我只殺你們 以後他們學聰明 我只殺你們比較聰明的 男生會跟我打架的 我才殺 至於老弱婦孺 把你留下來做什麼 老的可能不要啦 女生跟小孩子留下來做什麼 他們留下來幹嘛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 睡覺 唱歌 跳舞 我今天是講台灣史 但是你們如果沒有從這裡 去了解歷史的話 從這裡了解歷史 會比較容易了解 到底人類歷史在發生什麼事情 我才會講這個 然後這群人我給他一個名字 本來要被殺掉要丟掉氣質的人 像垃圾一樣被氣質 叫支援回收物 對不對 所以我給他一個名稱叫眾人 叫做支援回收人 這樣知道嗎 本來要被我們抬掉 丟掉的人 叫支援回收物 最後的剩餘價值 他的價值是什麼 幫我生產 我們隔壁就有一個支援回收層 叫什麼 香港對不對 香港是不是支援回收層 是啊 那邊的人每天就努力的吃飯 所以叫張哥調舞買東東 這幾行 押韻的喔 不相信 過去他們都是這樣 因為為什麼 中國戰敗輸給英國 那英國就割香港 變成它的怎麼樣 殖民地嘛 不是殖民地 就是佔領地 它不算殖民地 都借給你100年以後還回來 所以英國就在那邊設了一個系統 用大英帝國的系統 在那邊做一個金融中心 像在那邊住的人就是 每天努力工作 然後怎麼樣 就會繳稅嘛 對不對 錢繳給誰 然後總督再交給女王嘛 對不對 所以英國從香港的繁榮裡面 得到很多利益對不對 可是97之後 收回去了嘛 換成中國館 就他們 香港的人 享受了英國制度 發覺突然給落後的系統館受不了 所以他們大概逃對不對 就移民啦 一下移民澳洲啦 紐西蘭啦 加拿大 比較有辦法就移民到英國去嘛 不行的人就留在當地嘛 繼續被人家使用嘛 那中國收回來的時候 中共很清楚喔 你們舞躁跳 馬躁跑 對不對 他不想破壞這個系統 繼續讓這個資源會重生 繼續產出東西嘛 可是久了不行了 那這群香港人不高興了 你這系統比較落後給我管 他就說要抗議 跑哪裡去抗議 站中行動 站中環地區去抗議對不對 記者就訪問他 你們為什麼要抗議 他說 我們不喜歡這個總督 你為什麼不喜歡這個總督 他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他哪裡長得跟你不一樣 因為他有頭 我們沒有頭 聽得懂嗎 他們都是沒頭的人 我剛才說那個資源回收層 資源回收的人都是沒有頭的人 因為他本來有效忠這個族群 你後來被這個族被滅掉以後 你剩下就是沒有效忠對象的人 拿到另外一個部落去使用 都沒頭的人 所以這群都是沒有頭的人 看到有頭的人 總督一定要有頭 中國北京派來他要效忠 中國的政權 他當然是有頭的人 那看他就不順眼 所以就去抗議 就抗議也沒有用 為什麼 我那時候就講 這抗議也不了了之 為什麼一群沒有頭的人 做事情也無頭無腦 你真的問他要訴求什麼 他講不出個所以然來 因為他不能問到那個終極問題 他頂多是就生活上的問題 不滿意 抱怨而已 可是他沒辦法從有頭的 那種組織上面來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他不曉得要抗議什麼 所以後來就不了了之 好啦 那是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 我繼續講 過去 部落戰爭在政府對方之後的 統治手段是什麼 我跟你講 這就是三樣 宗教 語言 信誓 以前打完這樣的時候 你對方拜的神 我不准你再拜 你如果再拜的話 你就不會效忠我 我一定會把你過期拜的神 都把它掃掉 對不對 你從現在開始拜我的神 再來 語言 我也不准你以前講 以前的話 你在講的話 嘻嘻咕 我不曉得你在講什麼 所以你要學會主人 新的主人的話語 對不對 再來 信誓也跟你改了 我說這三項 就是以前台灣 在歷史上所經歷的事情 我們以前是部落環納 住在島上幾萬年 突然人家比較強的人 就進來 開始統治你 統治的時候 就用這幾個手段 改變你的中央 你現在百姓沒有一個本戰的 都是外來的中央 再來 語言 你說的話 你不要說台語是台灣人的話 連台語也不是喔 那是從中央來的語言 跟我們當地的一些語言 混在一起的新的語言 叫台語 再來 姓氏也不是 你現在生是中國人給你 就好像我們高差族的姓 有人姓林 姓陳 有嗎 不是啊 那是中國人來了 給你氏姓嘛 我們以前被統治了幾百年 所以那段時間裡面 他根本不用跟你打 因為你根本打不過他嘛 他直接就用這三個東西 就進來了 照理說要先打完仗 降伏你 征服你之後 再把這幾個東西壓進來 就不用 直接長期跟你 他有經濟的資源 漸漸你就會被他 所以有很多的 憨化的平埔族的人 我會慢慢再說 簡單的一個圖 把過去台灣的歷史 一下就看清楚了 怎麼看 來 從這邊看 四萬年前 本來是部落形勢 我這下面寫一個M174 待會兒我會解釋什麼是那個 再來 四萬年漸漸 中間有形成一個叫大渡王國 繼續往前走 有日本 西班牙 荷蘭 大清 那時候航海 人類的航海開始發達了 就開始掠奪其他地方的資源 比較落後的地方的資源 所以連西方的國家 在那邊坐船坐 那邊來到亞洲找到台灣這個島 我們島上有很多資源他們要的 這就是殖民者對殖民地所做的事情 你有些資源是他要的 他就來手 因為反正你打不過他 這叫殖民 殖民者對殖民地通常就是 只要你的資源不想負任何責任 對不對 他不會去照顧你 不會幫你建設 蓋醫院 不會想那麼多 過去殖民地是很 我就是剝削 剝削這個字 我給你一個名詞 殖民者就叫Predator 掠奪者 什麼叫掠奪者 講到拍電話 就是男生對女生有那個需求 但是不想跟你結婚 對你羽屈有羽求 當然你老啊 不要 丟到一邊去 所以以前 有美國的軍隊 擱淺在我們屏東的外海 船上的水手 逃生 爬上岸 結果被我們的高砂組全部殺光 殺光之後 那時候我現在講大清帝國的時候 統治的時候 那殺光以後 他們就跑到大清帝國去抗議 你們的人把我們抗掉 賠錢 結果大清說什麼 這是話外之名 不歸我們管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誰知你從 所以最後居然我們的高砂組 跟美國簽訂了和平條約 這歷史上發生的事情 那表示什麼 真的遇到麻煩 他不要管你 那個人家的事情 外人要怎麼處置隨便你 有好處 他都不會 以前叫拓殖地 是殖民者的心態 對台灣這塊土地是這樣 所以有這樣的歷史發生 再來 那這些所謂的殖民者之間 也有互相競爭 對不對 最後最強的拿到手 是誰 大日本帝國 打敗了大清 對不對 是不是有甲午戰爭 打敗了大清帝國 割讓台灣澎湖 跟遼東半島 對不對 你們知道我在講的這段歷史是 在你們的學校記憶裡面應該有 只是你們還缺了一塊 遼東半島 後來用遼南條約 把它還給中國 因為它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可是台灣澎湖 是它的殖民地 可以被割讓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是不可以被割讓的 漸漸的 你們要開始的觀念 什麼叫神聖不可分割 什麼叫殖民地 殖民地土地是可以割讓的 所以大日本帝國拿到手中的時候 它不是光是把它當殖民地 我們追女孩子是怎麼個追 通常我們追求女孩子 送花 請她吃飯 買漂亮的衣服 把整個漂亮漂亮 最後再取進門 沒有錯 是要這樣 所以大日本帝國對台灣人也是這樣子 它跟其他之前的殖民者的態度不一樣 殖民者就是我要愛 我就拿 人就走 對不對 但是大日本帝國在台灣到處建設 實施黃民化 一步一步的把台灣弄得 變成一個很漂亮的 像新娘子一樣 最後取進門 所以1945年4月1號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就是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就是結婚的動作 從此以後 那台灣人效忠日本天皇 換取他對我們的寶物 就是一個結婚動作 這是結婚 在這之前 台灣從來沒有建構過所謂的主權 主權這個 我現在講 因為你們初級班不講太深 主權叫做sovereignty 就是一個最高的權威 這個土地裡面有一個最高最高最高的 叫ultimate 最終的一個權威 叫主權 叫sovereignty 這個主權的概念 以前中國人也沒有 但是西方國家發展最好 就是sovereignty這個字 那台灣這塊土地 從來都沒有所謂的主權 都是部落形式 所以大日本帝國拿到手上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情 奇怪 你大清帝國割上台灣 結果 右半邊不是你的 漸漸的 我們在之後的課程會講得越來越清楚 我這邊不再做解釋 結果他就問美國 因為美國有跟印第亞人鬥爭的經驗 為什麼 以前那塊土地是印第安人還是北人 他總要有一個說法 最後美國才會被歐洲的移民吃下來 對不對 他們就說這個地方叫做部落形式 還不是一個有主權的國家 所以用什麼方法可以獲得這塊土地 征服 我現在講了很多名詞 term 你們現在不用急的 因為壓力會很大 那個新的名字都第一次聽到 但是你慢慢的 你就會把它吸收進去 征服叫conquer 就是征服這塊土地之後 這塊土地便宜了 所以大清帝國其實上 實質上有統治 只是左半邊的台灣 右半邊的台灣 不是他統治的 所以日本人花了十年的時間 把右半邊 薩德哥拜來有沒有 到處去 那叫李帆政策 把右半邊也弄下來 所以幾年之後 就把台灣的主權建立起來了 所以台灣第一次有歷史以來 第一次有主權 是在日本人的手中建立起來的 你知道嗎 就簡單的講 然後 今晚來了 有的人講說 好啦 沒有錯 現在日本人是我的統治者 為什麼是中國人趕快灌 你會問嘛 對不對 既然你說我已經結婚 我已婚了 為什麼是另外一個男生在這邊 發生什麼事情 很簡單一件事情 二戰的時候 我們大日本帝國就戰敗了 戰敗的時候 這個叫美國 做一個緊要求的事情 把過去糟蹋你那個男生 不想負責的那個男生 又抓回來再糟蹋你一次 這就是我們現在台灣人 經歷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現在用透過法理 要把它說 你做超過了 一個佔領者不可以做到這種地步 所以我們用法理把他趕走 要趕走的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我們中間還有一些台灣人不願意 還要相信這個 真正的紅已經出現了 我們也知道了 還想辦法不讓他走 我有一個名字叫做余虐 我慢慢再講更多 我們講到歷史 我剛才一開始有一個伏筆 就是台灣人你是什麼人 這個很重要 我知道很多人說 我就是台灣人 你要怎麼樣 可是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你的國籍是什麼 我沒有錯 我沒有否定你是台灣人 你是台灣人 但是你的國籍是什麼 所以就有兩個 有identity identity有兩個 一個是by blood 在血液上面 你身上流的血裡面 告訴你你是台灣人 所以很自然 這很自然會講出來的 對吧 不用加一個新 沒有什麼新台灣人 就是台灣人 FORMOSAN 但是在你的國籍上面 需要透過什麼方法去知道 通過法律 國籍不是一清菜公共就順什麼 國籍是要透過國際法來決定 你是哪一個國家的人 不是隨便可以給人家的 也不是隨便人家可以強加在你身上的 國籍這個東西透過法律 什麼時候就在土地上有國籍形成 那最後什麼時候這個人的國籍 變成他的國籍 就是有幾個 不可以輕輕再說 那我先講血液的部分 國家地理頻道你們看過嗎 看過 那他呢 裡面有一個教授叫做 Dr. Spenser 有一個博士 他做了一個研究 這個研究是什麼 先講一個前提 我們傳宗接代 人在傳宗接代的時候 都會做什麼 DNA會複製 所以你們家的小孩子會長得像 要嘛像爸爸 要嘛像媽媽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染色體會複製 會傳到小孩子身上 那你如果不像爸爸 也不像媽媽 像隔壁就很奇怪對不對 但是也可以隔代已經傳像阿公阿嬤 但是都是這個家族裡面的人 如果有一個人 有錢人 他最近也不是有錢人死掉嗎 如果財產都分完以後 突然冒出一個男生 跑到家裡面說 我是你們爸爸以前在家裡頭生 我現在也要來分財產 照法律上他可以 可是他要證明一件事情 你就要證明 你要證明 你真的是你爸爸在外面生的 那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動作 驗血 驗DNA 現在大家都知道 驗DNA最清楚 那叫科學證據 你講一大堆故事 到法院的時候 科學證據最清楚 一樣 你是台灣人還是不是台灣人 科學證據 所以我現在就跟你講科學證據 DNA在複製的過程當中 它會 因為一半一半在導的複製的過程 會突變 不是每一次都那麼準 它一拉出來幾千萬對 幾億對的染色基因的排序 會誤差 那一錯之後 你的後代 從你這邊生下去的後代 都有同樣的誤差 那好像一個記號 所以可以追喔 你可以追立體向生 可以倒追回去 於是它把所有人類 抽了72萬 現在75萬的 sampling sampling就是抽樣 抽到75萬個 75萬個很大 就足夠把全世界的人 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畫出來 所以這叫做 Human Migration Map 這不是我畫的 你們上網自己去查 這是有科學證據的 有一個 Scientific Research 有一個邏輯在後面的 所以它研究出來這樣 所以現今根據它這個研究的結果 現在活在事實上 所有的人類 六萬年前 從同一個地方出來 有的人想說 不是有什麼北京圓人 什麼人 那種人的DNA 現在都不存在人類裡面 我們現在活在人類裡面 只有同一個地方出來 是哪裡 你看這裡有線 黃色有藍色的線 這是箭頭 箭頭是最後到的地方 沿著線就追回原來的地方 有沒有看 最要哪裡 這邊是哪裡 東非 非洲的東部這邊 所有人類一開始都從這邊出來 時間多久 六萬年前從這邊出來 然後開始就散距 有沒有 我跟你講 這邊有一個時間表 六萬 五萬 四萬 三萬 兩萬 一萬 有沒有看到 時間表開始散出去 我們再對照這個圖再回來 有到歐洲去 到哪裡去 最後到南美洲 對不對 徐老師真的很奇怪 他們怎麼去做船的嗎 我跟你講 以前的陸地 海水沒這麼高 光用走路的 就可以走到南美洲去 早期是這樣 以前不是透過航海在走的 用走路就到了 然後我們現在不解釋那麼多 這不是今天的主題 有的人說 徐老師我看這個圖有點複雜 我只想知道 台灣人對都要來 好啊 那我們就追一條路 這邊有一個叫M174 這條 有沒有看到 這條 從非洲六萬年前以後出來 到哪裡 這裡是南夜門 對不對 對不對 南夜門 你們可能不曉得到南夜門 再來 來到哪裡 印度 這裡是印度 你就這樣想想 你可能這樣看線沒有什麼意思 你就想想有一群人 遠離非洲 然後就帶著妻兒 帶著吃東西 一直走 走到一個地方 像印度 他說這地方好漂亮 有一部分人就留下來 剩下人不願意再繼續往前走 這樣子知道嗎 留下來的人 就變成印度的祖先了 就在那裡在那裡生疼 然後如果到非洲還不滿意 繼續往前走 到哪裡 到馬來的半島 對不對 後來就變成馬來人祖先 這群人又繼續走 走到台灣這個島 FOMASA很漂亮 那時候沒有叫FOMASA 那是十幾世紀才有 幾萬年前就來到這個島上 時間點四萬年前 我敢講四萬年前 因為這是科學證據 這不是我講的 四萬年前來到台灣這個地方 有一群人還繼續走 走到哪裡 台灣之後走到哪裡去 日本的 你們會不會看這個圖 我台灣接下去走到日本 日本之後走到哪裡 你們會看到這個圖 MVG轉到這邊去對不對 這裡是什麼 歐亞大陸的北部 這裡接近俄羅斯和北韓 那附近 進去以後走到哪裡 所謂的中原地區對不對 那時候還沒有中國 四萬年前沒有中國 然後慢慢就在這邊 變成一個部落 跟其他部落在互相 有從歐洲來的 所謂的中國中原地區 這一塊有什麼地方 從哪裡來的 有從西藏上來的有沒有 有印度來的 有歐洲離海 你看這邊走過來 有蒙古下來的有沒有 所以十幾種人 在兩三萬年前 來到這個歐亞大陸的東岸 東區這一塊 不同的部落在那邊 互相廝殺 求生存 所以結論是誰是雜種 住在中國這塊地上的人 都是雜種 兩三萬年在那邊混 怎麼會有存得出來 是不是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以前常會想 台灣人是雜種 錯了 中國人才是雜種 對不對 那時候韓國人知道這個消息 好高興 你們中國人有一部分 祖先從我們韓國過去 中國人好生氣 沒辦法 這是科學證據 事實 對不對 沒錯 真的有一部分中國人 現在中國人的DNA 有一部分從韓國去 可是韓國人從哪裡去 會不會看 日本 對不對 日本有一部分日本人是從哪裡來的 台灣 可以這樣看嗎 所以 是中國人就要把我們拜 不是我們去拜中國人 不要顛倒 中國人有一部分 祖先從台灣過去沒有錯 我們到日本 到韓國 然後進到所謂中原地區 在那邊混 所以那是在我們後面的人 我們四萬年就到這邊 兩三萬年就在中國那邊混 聖宗追遠要追到台灣 不是追到中國 你不要弄顛倒 所以他就要把我們拜 不是我們要拜 如果每一年的清明節 你如果台灣人去拜中國人 做你的祖先 你就被祖了 是不是 你被祖了 你被什麼祖 被你四萬年以來的祖先 我們現在講科學證據 不是人家放一個祖先牌匯放在那邊 你就去拜 我們是邊不走到高山做的人 所謂中原地區的人跑來這邊 就是以他們的家譜套在你身上 我們現在講四萬年前的事情 來到這邊也只是最近幾百年的事情 你不可以用幾百年 就推翻所有幾萬年 在前面發生的事情 所以在台灣現在四處各地 你去考古 絕對可以挖到萬年以上的東西 包括以前使用的米 或者吃海鮮的殼 你去十三行博物館 你去台中 都可以挖得到 你只要做這個考古 日本時代就是可以做考古研究 我知道喔 很有意思 其實我這邊有很多的 資料在這裡面 所以 這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麼叫中國人 沒有中國人 徐老師怎麼沒有中國人 我跟你講中國人是一個政治名詞 不是真的有這種人 你就問他什麼叫中國人 他就開始講 漢滿門回帳門 說一堆 對不對 照他們官方的說法是四十六種 四十六種人怎麼一種叫中國人 不對嘛 對不對 知道嗎 所以它是政治名詞 不是真的有這種人 有的話請他把血抽出來說 這叫中國人的血 我跟你對對看 他找不出來嘛 對不對 沒有中國人的血這種事 沒有中國人 所以以前有一個中國人 走來台灣說 他是純種中國人 笑死人 完全沒有科學證據 根據 在講的話 實際上沒有中國人 他是政治名詞 定義出來的 中國人裡面漢滿門的 也沒有漢人 有漢人 你現在跟我講 漢人的血是長什麼樣子 科學定義出來 我跟你對對看 也沒有客家人 也沒有漢人 你漢人的血 你會說這叫漢人的血 那我的血抽來 跟你對對看 現在知道嗎 我要講越來越 台灣人受不了的話 因為你過去習慣在這個系統 我們現在講科學證據 沒有啦 沒有漢人的血 有 你定義出來 跟我講這叫客家人的血 我跟你對對看 我跟你講 他現在講什麼人 都是因為你講的語言 所以最後這個中國人都說 好啦 不要講這個 我們華人啦 我們都是華人 什麼叫華人 因為你講華語叫華人 對不對 沒有錯吧 是不是 你們都沒有推翻 只要講華語都是華人 所以說 所以講英文都是英人 對不對 你要邏輯要這樣講 我就會照你的邏輯推 所以講英文 所以印度人也是英人 新加坡人也是英人 對不對 只要講英文都是英人 美國人也是英國人 所以你是哪一種人 不是用語言來定義的 不是 絕對不是你說什麼話 語言是後來附加給你的 是不是 這樣同意吧 你是什麼人 根據你身上所流的血 所以這個計畫 有一個主持人叫做Dr. Spencer 講了一個很有名的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歷史故事 是記載我們的血液裡面 沒有資料給你騙的 那我們現在都在謊言裡面長大 但是我要一步一步 把這個所謂統治者 加注在我們身上的歷史觀 一個一個把它拆解開來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寫這件事情 你是什麼人 跟你說你是炎黃子孫 秋西人 你都找不出這個炎黃 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 都是不同人種在統治的 應該說不同的部落輪流當頭 當最大的 把其他部落殺光 就這樣子 這叫做中國歷史 中國也是最近的事情 比到更早以前幾萬年的 人類歷史在那邊發生的 怎麼會用幾百年來做決定 所以台灣那些人說 台灣四億半年歷史 笑死人胡說八道 台灣歷史是四萬年 我們周前四萬年就來到這裡 而且你可以抽血 你看林瑪莉醫生 在馬上就在抽血 就知道啦 這血液研究 我們這DNA也就 OK 再來 這是在法國南部挖到的洞穴 裡面有人的壁畫 你有沒有看到 現在在測量壁畫的東西 多久以前的人畫的 透過什麼 看了半摔期就可以撤出來了 這個畫 這個圖最後找到 有畫馬 有畫犀牛 對不對 就一測出來這時間多久 三萬兩千年到三萬年前 歐洲人抓到這個壁畫的時候 好高興 皮卡索也跑去看 皮卡索說 哇 我們人是鐵布 以前的人畫得比現在還好 我們還有很多 我們還要有很多 我們要學到我們的祖先 你看 這邊畫什麼 獅子 而且是在洞穴裡面 獅子不會在洞穴 靜靜的在那邊給你畫 對不對 所以他是憑著記憶 把這些東西畫出來 不簡單 而且不同的動作 連續動作 像動畫一樣 四萬年前 三萬年前的人畫 這種圖 很先進 對不對 歐洲人那時候覺得很驕傲 說人類的文化從我們這邊開始 因為我們先有這個 結果不是的 按照我們回到剛才那個圖 有沒有 時間點 你們記不記得 最早會到澳洲去 歐洲是在後面 深藍色 一萬兩萬年前的事情 三萬年前 比較早是這邊 所以我們再回過來看壁畫 果然沒有錯 最近 一年多年前 在印尼爪哇島 挖到這個壁畫 時間是四萬年前 更早 歐洲人先挖到 是因為他們有錢 所以沒有時間 最近挖出來 再來這個 這更詭異 四萬年前 你看畫這個 動物好奇怪 以前有這個動物 現在都不在了 對不對 唯一跟牠比較像是什麼 KANGARU 袋鼠 唯一跟牠像 這在澳洲挖到的 四萬年前 很符合我們那個 碳十字半歲以前 所以現在我跟你講 過去考古的做法是說 我挖到東西 然後我建立一個假說 hypathesis 然後再去推論 對不對 如果錯 我挖到推論錯誤 我再重新修正我的假說 那是過去科學方法 現在不是耶 DNA最準 DNA就直接 更高一級的 所以反而是 考古的證據 match到這個 我們所謂DNA的結構裡面 人類的歷史 你知道嗎 我到底是誰很重要 今天可能沒有時間 跟你們講那麼深 簡單的講 台灣人 最近不是做生意做到一步 發覺要建立品牌 結果在建立台灣的品牌的時候 上面遇到很大的困難 主要原因是 我們連自己都誰 都搞不清楚 怎麼建立品牌 品牌很重要就是 你要表理一致 我們都以為品牌是做表象的 建立一個牌 Logo 顏色 一致 都不是 品牌要從企業 真正的核心的價值 你所相信的信仰 往外發散 才有一個品牌出來 而且幾十年幾百年 不可以改變 不是你鄉鄉說要做就做起來 那台灣人做不起來 因為我們不了解 這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我們不了解 因為我們自己就處在 連自己是誰都搞不清楚的地步 怎麼可能去做品牌 好 今天不要講那麼深 我要講這個 我們剛才講沒有頭的人對不對 我們剛才是不是講到沒有頭的人 沒有效忠對象對不對 你們看過超人對不對 但是沒有看過左邊這種超人 年輕人 你有看過Marvels嗎 有看過超人 X 都沒有啊 你都沒有看 你不要單純 超人有看過嗎 這種 但是這種沒有頭的超人 我把它抓來給你看 超人是什麼意思 沒有頭的超人是什麼 就是他功能很強大 可是沒有效忠對象 沒有頭的啦 但是他功能很強大 我又是伏筆 你們可能這樣在雄雄庭 到底在講什麼 這是伏筆 功能強大 可是他不知道在想什麼 戰爭之後產量大量的資源回收人 簡稱這群無頭人 成為阿爾曼 沒有頭的人 還是有記憶力 沒有頭的人 有記憶力 有沒有聽過 你們連不起來 沒有頭的人有記憶力 他記憶力有多久你知道嗎 三聚清安兩個月就兩個月 塑化劑兩個月就兩個月 你聽不懂 黃色小鴨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媒體有照報你就記起來了 媒體沒有再報你就忘記了 這就資源回收 沒有頭的人就這樣子 他的頭叫做媒體 知道嗎 我們現在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子 媒體只不到 不報你就忘記了 媒體一報叫你去買什麼 你就去買什麼 是不是 這是不是頭 頭叫你去買 某個品牌的球鞋 最好就是一大人去買 你們不知道嗎 媒體是掌握大部分人類的消費行為 他透過媒體在控制這些人 大部分人都是沒有頭的人 媒體說什麼 媒體有說的就是有公信力 他就相信 他就照做 你知道嗎 你不要講說 他們也有記憶力 他們記憶力就是媒體 有報就有 沒有報就忘記 所以還會再去買 某某牌的牛奶 因為媒體漸漸就淡掉了 你就還在去買 除非有人提醒 你再說這個不能買 對不對 好啦 講也不講 慢慢 我按照你們能夠接受程度慢慢講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們來民政府上課 除了知道法理 還要決定要走一條路 什麼 以後就要執政 對 要管理人 你們在座各位 有誰是超過100個人的公司 會老闆 有沒有 在座 上次有一個同性居住 還有1000個人 我說1000還是不夠多 為什麼 我們起來的人是4000人 要去執政 台灣人口2300萬人 平均一個人分配到60萬人 你怎麼去管 怎麼管 連100人的公司都沒管過管1000人 假如管到60萬人 那有可能 但是你也不用擔心 歐巴馬有沒有當過總統 在當總統之前 沒有 那他為什麼可以當總統 我跟你講 全美國領 聯邦政府 公務員薪水的人數有多少 三四百萬人 三四百萬員工突然總統一換 這些人都會聽他的 發生什麼事啊 歐巴馬在他全責範圍裡面 可以任命三千個人 三千個喔 隨他自己任命喔 三千裡面再有一個不同的 部門 比如說勞工局什麼局對不對 國務員他們那個頭 是他在任命的 然後三千個他自己的任命 這三千人在管那三百萬人 所以美國是有一個有制度的國家 我總統湘湘上來 不會還繼續效忠過去的跟你對抗 不會 一樣嘛 美國是有系統國家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準備好四千個懂法理的人 重點在這邊 你按照他的訓練方式 就可以管理人了 這是有制度的訓練方式 所以首先要教你們怎麼把人分類 你要管人的時候 不可以所有的人當作一視同仁來管 那一定會出問題 那我這邊先有一個簡單的分類方式 分成三種人 根據什麼 根據他的Disposition Disposition 就是人做決定的最終的根據 Disposition 也就是說你做事 你的根據什麼在做決定的 那個最終的那個原則 來分三類 哪三類 獅子之腳的 我不想講 我現在講人喔 我現在不是說人喔 不是動物喔 可是他像動物一樣的人 獅子腳的 還有兩隻腳 但是沒有頭的 還是有頭的人 正常的 把人分這三類 我先從最下面的先講起 獅子腳的人是什麼 你知道動物是什麼 有東西吃就很高興 沒有東西吃就很兇 這就是動物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食物去控制動物 對不對 你可以叫大象跳舞 可以叫獅子跳火圈 連這麼兇的獅子我都敢 透過食物就可以控制牠 因為動物就是動物 動物只管吃 所以你用吃去控制牠 動物又分好幾類 越下面的越不馴服 越接近原生的動物 越上面越馴服 用這個來劃分 所以我以前養過 那種第一代混的 狼跟狗混的第一代 然後我還在 頭上染那個野性還在 所以我每次去餵牠吃飯的時候很怕 手一伸出去就不能再回去 一回去牠 不管你養十幾年也是一樣 照樣咬 為什麼 動物的本性還在 野性 鴨性 所以後來我就 不養這個 改成家貓家狗 比較漂亮那種拿來養 家貓家狗就是比較馴服 馴服到後來 牠開始有主觀意識了 發生什麼事情 我家的貓 你餵牠吃的東西 那態度不對牠不要吃 跟你發脾氣 面壁就是不要吃 要給牠鼓掌 給牠收 牠才慢慢吃 我們家的狗也很壞 牠睡覺跟我搶棉被 對不對 牠們以為自己是人 因為你對牠太好之後 牠主觀意識 越下面越physical 就是牠以身體的本能在做反應 然後越上面這樣 我現在在講人 我不是在講動物 我在講人像動物一樣 像什麼 以前高雄晚上 年輕人沒睡 騙拖操板 駕駛板 去砍人家的腿 路人不認識 警察把牠抓回來說 年輕人在做什麼 晚上沒睡到處亂殺人 在搞什麼東西 你知道那年輕人被抓到警察局裡面 回話是怎麼回嗎 這又沒什麼 送 很奇怪耶 這是人話嗎 這當然不是人話 這是動物講的話 為什麼 當牠的野性跑出來 那個嗜血的性格跑出來 牠就出去滿足牠自己 你不管人家的死活 動物就是 動物不管人家死活 牠要愛吃的 你戳戳戳戳戳戳 是不是 牠可能開的是 跑車 住的是地堡 有私人飛機 可是賣收水油給你喝 對不對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對不對 那種人就是不管人家死活 我要怎麼樣 我要的東西 其他人都靠邊 對不對 我拆著你去死 所以我在講下面的人 不一定牠不會有錢 很好的 牠也可能在政治圈 但是牠是像動物一樣的人 牠的本性 牠做決策的時候 牠的本性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這樣的人 就要用什麼 用這幾個東西去管牠 用食物去控制牠 哪裡有食物牠就往哪裡走 是不是 像動物一樣的人 這社會裡面佔40%這種人 你有沒有嚇到 我跟你講 隨著一個社會發展 越來越先進 這種人越少 可是越落後的國家 這種人越多 假情都有問題了 牠不能就跟動物一樣 牠們尋找吃的事情 再來中間這一段 中間這一段的人是什麼 沒有頭的人 但是他向人的行為 這三個方式 以遵守法律規範的程度 以及執行效率來劃分 這裡面可能是諾貝爾獎得主 你可能聽不懂 我直接跳在上面講 再來回顧來講他們 什麼叫有頭的人 就是他的事情 對這群人來講 所有的是非對錯都是相對的 all depend 端看當時情況而決定 可是上面這一群人的話 他的價值是絕對的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他很分明的 那就是有頭的人 比如說 你知道樂森良的老演員嗎 對不對 你們誰住裡面 得麻風病的 太高的 對吧 什麼叫麻風病 就是末端神經被細菌吃掉 肉就慢慢就腐爛 對不對 那種台灣人看都怕 沒有人想靠近這種人 對不對 可是在西方美國有那種白人 又高又帥 帶著他漂亮的太太 年輕的時候 就來到台灣住在這個地方 每天幫那些病人換藥 換一輩子 領的薪水很少 沒多少錢 每天跟我們吃一樣的 每天甘心 換藥 換一輩子 小孩子在這邊出生也一樣 台灣人看的時候 唉唷 很不甘 很甘心對不對 就捐錢給他 寫個十萬塊錢支票 十五塊錢寄過去 我上課就是聽我講 支票就寄過去 隔一天 又把支票捐走了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我在展現我的好意 我就寫支票給你 為什麼他有捐走 我跟你講他是有頭的人 他今天來這邊做事情 因為他有效忠對象 他效忠誰 他是上帝 那上帝叫他來 所以他來這邊做一輩子 他一輩子活的目的 是以取悅他的組織 為他活的目的 你懂我意思嗎 他組織高興他就高興 你給他錢有什麼用 currency錢這個東西 在這一群人裡面很重要 所有東西都要用錢來計算 那這上面的人沒有 是非對錯真理 才是他唯一要追求的東西 錢給他講沒有意義 所以這群人 如果他的組織 上帝叫他去非洲 他就變成死懷者 上帝叫他去印度 他就變得蕾莎修女 對不對 他以取悅他的神 為他生活的目的 你給他錢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 你知道嗎 這就是有頭的人 有頭有很多種 也有不對頭 有些叫黑頭 像S 是不是 他們生活條件很糟糕 叫他去帶人 他願意 以他宗教的名義 他要去 所以你要選對那個頭 那叫有頭的人 就是他做事情的決策 根據不是根據 身體上的需要 懂嗎 那沒有頭的人就會用這個 有頭的人會討論藝術品 這個美 這個不美 但是沒有頭的人 不曉得美是什麼 他講不出個所以然來 所以怎麼樣 用錢來計算 這幅畫一千萬 真好 兩億 真好 你懂嗎 他對事情的評斷標準 是因他金錢的價格來判斷 如果沒有金錢價格 他就沒有意義 是不是 什麼東西都用錢來計算 我剛才說到這個人 在這一群的人流行一句話 學那些要做什麼 沒辦法做飯店吃 有沒有聽過 你有沒有聽過 叫學音樂做什麼 沒辦法做飯店吃 說這位 說這位人 就跟動物一樣 他就是動物 你以後記得 講這種話就是動物 為什麼 他評估一個事情有沒有價值 是根據他可不可以吃 對不對 如果是這一群人是錢 這個以後可以幫你賺多少錢 你學音樂以後有飯吃嗎 也可以有工作做嗎 是不是 可是在這一群的人 沒有啊 因為他是美的 美本身就是一個絕對的標準 我為了那個理由做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所以大學也可以這樣子分類 大學也有所謂的職業學校 就是馬上訓練也去做工作 但美國的University 它裡面叫做Core 它是追求哈佛大學的校長講什麼 我們大學設定的目的是追求真理 哪一個大學敢這樣講 他沒有再跟你講 我們訓練出去的學生 薪水平均薪水多高 不是這樣子 我現在不講那麼多 那對這個裡面的人 他們是怎麼樣 他們很喜歡遊戲規則 你把遊戲規則講好 很好 我可以把它玩得很好 所以他們也分為上 中 下 越下面的人 越上面的人越接近這所謂的美 他們很想追求美 他想知道美是什麼 我剛才講說沒有頭的人 也可以當市長 我們這個市長 碰到美的東西 不曉得怎麼反應 所以外國人送他一支錶 他說 這邊衝起來 彈掉了 有沒有聽過這種市長 有啊 他就是屬於這種人裡面 連美的捨美觀念都沒有 所以他為什麼 穿內衣也可以上班的 對他來講功能取向 對不對 這有點複雜 你們想想 我現在不要講那麼深 但是人果然是分類的 所以真的進到 我們以前的系統裡面 所謂優秀的分子 到底是不是優秀 不是 因為你篩選的方法不對 知道嗎 好 不再講太多 以後你們這個 到那邊我會講 分類的程度會更細 讓你把人分類 按照不同人的需要 那我們來的時候 你們來這邊最後是什麼 當有頭的人 可是社會上百分之 我剛才講那百分之90的人 是在這裡 99 應該講百分之99都是這種人 你們來是來當頭 要管理這些人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想辦法讓下面這一群 99的人很快樂 每天努力的工作 吃飯 睡覺 唱歌 跳舞 買東東 懂嗎 那你要效忠什麼 你要效忠這塊土地 效忠日本天皇 效忠這個土地的主權者 擁有者 是這樣的 世界上不需要有太多這種人 但是你們一旦這種人就會來 所以你們來這邊 我問你們一件事情 你們來我這邊上課 是希望透過上課 改變你們的請舉手 你希望來這邊上課 透過上課的方式 改變自己的請舉手 有人舉手 聽得懂我的話 不舉手是什麼 你們有其他想法 想來了解 好 想改變的人 我要跟你們挑戰一些事情 其實不是的 我問你 你們都有男女朋友 也有先生 也有爸爸媽媽 也有住一輩子 對不對 請問你可以透過跟他們對話 改變他們嗎 不可能 你們太了解 對不對 憑什麼來這裡 我上一堂課兩個小時 你就改變 不可能 合理的下一句話 我來這裡幹什麼 對不對 如果不能改變 我來幹嘛 那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本來就是這個人 你本來就是什麼人 就是對是非對錯 善惡很在乎的人 才會來這邊上課 自己花錢 自己辛苦來這邊 你本來就是這種性質的人 我們來這邊 主要是做篩選的工作 過去你在不好的土壤裡面 長不大 什麼事情都不對 哪裡怪怪的 這個土壤 我們都矛盾 所以你很想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一旦給你知道 你就想辦法Figure out 所以你才會來這邊 所以你本質是這種人 就是我們要的人 我們就是一個 對於是非對錯善惡很分明的人 而堅持做對的事情 所以你們在本質上 屬於誠實的人 Honest的人 不Honest 或者聽不懂法理 老早在後面打瞌睡了 我看太多話 每一次來上課 有一兩個就在後面 聽不下去 但是你是這種人的話 越聽耳朵會豎起來 眼睛會發亮 所以你們 我跟妳講 來上課之前照一張像 像完我的課 在那邊再照一張 眼睛 眼神都不一樣 為什麼 法理會讓你整個人醒過來 就好像你來到好的土壤 就開始發芽 茁壯 成為大樹 就是法理的事情 所以來這邊 我們不跟你講太多 亂七八糟的事情 我們只講一個簡單的 法理是什麼 歷史上的事實 科學的證據 你們基本的邏輯推理 就可以了解 台灣人到底是什麼人 那你歷史定位是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是真理 真相 你如果用誠實 台灣人一直要真相 我們現在就把真相告訴台灣人 為什麼他不拿 現在問題來了 你台灣人不是要真相 現在跟你講 我用各種方法 告訴你真相的時候 你要怎麼面對它 我跟你講最好的面對方法 就是誠實 誠實的面對什麼 誠實的面對歷史上的事實 誠實的面對真相 誠實的面對你自己 誠實的面對你自己 台灣人倒超把機會 不是在那邊繼續玩人家的遊戲 OK 繼續 來 再問一個 你覺得我一輩子追求 就是自由 幸福 快樂的請舉手 聽不懂 再講一次 我只四人追求的是 自由 幸福 快樂 同意的請舉手 還有人不舉手 這是怎麼了 你有其他的答案嗎 沒有 也沒有 就聽聽看 不想舉手 我跟你講 舉手有一個好處 你不要覺得不好意思 舉手就是我參與 但是當你舉手錯誤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 shock 英文叫 joke 就去證一下 證一下說 為什麼會這樣 你接下去 你所認知的事情會更清楚 當我講的答案 跟你所想的違背的時候 你會重新去思考 OK 不能永遠置身事外 通常這種人就是置身 知道 知道 沒有 參與 真理是值得你去參與的 回到講這個 我說不是 為什麼 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 自由 幸福 快樂是 第一個是形容詞對不對 自由是不是形容詞 還是一個具體的東西 你可以追求的 自由是不是形容詞 幸福 快樂 很抽象 對不對 是一種感覺 它是不是一種感覺 自由 幸福 快樂 第二個 它是副產品 不應該當作主要的東西來追求 什麼叫副產品 我要舉個例子 如果有個醫生 他說 我一世人 我做醫生就是要以賺錢為目的 這種醫生你怎麼看 不敢 一次會好 給我看幾次 看得你賺到百周 對不對 油本來是這個價錢 不會太貴 是不會害我 但是他會以謀求最大利益為他的目的 但是如果有醫生說 我要提供給病人最好的服務 是我追求的目標 你就要看 對不對 因為這樣的醫生 用這種態度 所以來了很多病人 因為來了很多病人 所以他賺大錢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為什麼 因為他把目標設對 所有的賺錢幸福快樂 是伴隨而來 你的目標要做對 我再舉個例子 如果女生看到一個男生帥哥 這好像可以 未來可以帶給我 帶給我自由 幸福快樂 我就嫁給他 嫁完以後 他覺得不對啊 每天都沒脫痕 職格 爛爛爛爛 放棄 離婚 再換一個 這個也不行 再換 這樣對不對 不對嘛 那怎麼叫結婚呢 是不是 結婚應該是兩個人相愛 願意為了對方 互相失守一輩子 所以便手之足 努力的建構家庭 要很多的條件 對不對 要吃苦耐勞 然後慢慢弄起來 生了孩子 爸爸做爸爸該做的事 上班 媽媽也做媽媽該做的事 小孩子好好 長大好好念書 回到家裡面 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大家一起坐下來吃 享受自由 幸福快樂的感覺 這樣對不對 對嘛 當你把該有的責任 盡到的時候 這是伴隨而來的 你不可能追求這個東西 它是一種感覺 我舉個例子 你想不想追求有金錢自由 要啊 要啊 一個月給你一萬都不夠 太少了啦 十萬呢 一百萬呢 嘿嘿 還是糗 一億呢 一億呢 一個月給你一億 頂薪一個月超過一億 什麼叫自由啊 沒有底線的 它是一種感覺 那科藥最快啦 你都不要努力啊 馬上有自由 幸福快樂的感覺一輩子 是不是 所以我們不是在追求感覺 所以剛剛會舉手的人 基本上你過去的目標 設定在感覺上面 沒錯吧 同意嘛 但是來到這邊 是要用理性來思辨 不是靠感覺 我是為什麼要說這個 我跟你講 大部分台灣人就是這樣 誰管都好 有飯那些 有班可以上就好了 誰管都一樣 他不去care我 說我到底是誰呢 為什麼你可以管我呢 他不去問這個問題 是不是 外面台灣人不管法理的 那倒票也好啊 就算這個是人家設局 要把台灣吃掉的局 他也跟著去玩啊 錢就天天啊 燙燙啊 就要去做了 叫做台灣人啊 這句話就是講給這些人聽的 就是沒有頭的 像動物一樣的人嘛 但是你們對於是非在乎的人 你就會搞清楚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相信走對的事 絕對不會 不會失望的 你放心好了 來 這張圖看得懂的請舉手 沒有啦 不可能 剛才那個第一張都沒看過 來 這一張呢 好啦 我問你們看不懂的請舉手 看不懂的請舉手 看不懂的請舉手 都看得懂 沒有舉手我就問問題囉 好 趕快舉啊 好 放下來 我跟你講 我這次錯了 我要問說看不懂的人 請問 他畫的是飛機大炮嗎 是不是畫飛機大炮 是不是 是還是不是 你再回答是還是不是就好了 不是嘛 不是飛機大炮嘛對不對 對不對 請問他畫的是男生還是女生 女生 好 很好 請問他畫幾個人 你看 你看得懂啊 別說看不懂啦 你絕對看不懂 你 是不是 你們說看不懂的人 是這種才看得懂 對不對 這種就看不懂對不對 這個更好對不對 是不是 你們看得懂這個 錯了 你們根本看不懂這是什麼 請問他是誰啊 你說個你看得懂啊 他是誰 不要看英文喔 他是誰 猜 母親 不是啦 人家是明明少女 你跟人家講母親 他什麼生了好久 但是天使 這叫做維納斯 維納斯什麼時候結婚 當媽媽了 拜託 你看不懂 同不同意 你看不懂 所以這些東西明明看 你以為你看懂 其實你根本看不懂 這個你以為你看不懂 結果你看得懂 你是不是灰色了 大人灰色了 剛剛那是維納斯 那我請問你他在做什麼 維納斯在做 你說看不懂 我現在也不說他是維納斯 這是天使 請問他在做什麼 你知道嗎 在幫忙嗎 大號啊 真的啊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The Toilet of Venus 1751年白這個人畫的 我拿這張畫就是 要跟你們說 你們以為是的其實不是 最後是要跟你講這個 我要教你怎麼看這種畫 好不好 這個叫做一點透視法 你看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觀察點不要改變 你看一個東西都不要 像照相 你照相的時候不能動 動的灰色了 對吧 但是這個的東西是什麼 時間固定 觀察點不同 你知道嗎 我舉個例子 這樣是不是一罐水 這樣也是一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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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定會這樣看 不一定對不對 沒有錯吧 這也是我啊 這樣也是我啊 這樣也是我啊 這樣一定會這樣看 不一定嘛 所以時間固定 從不同角度看我 你把它放在一起 就變成這樣 叫立體畫拍 這樣知道嗎 就是皮卡索在 上個世紀就畫的 皮卡索在你阿公阿嬤 做的那種畫 你現在看不見 所以你藝術欣賞能力 停留在一百多年前 這個是三百年前 你再看不見 你的藝術欣賞水準 退到三四百年前 你知道嗎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的原則極端化 叫極端的立體畫派 你知道嗎 那我自己說的是什麼 不管它是哪一個畫派 你發覺一個事實 什麼事情 它從頭到尾 如果是一點的話 從頭到尾都一點透視 對不對 如果立體的話 從頭到尾都立體 你知道嗎 它不會跳來跳去 如果跳來跳去 會不會這樣子 對不對 一下這個一下這個 這個 沒辦法看 所以我要介紹一個字 叫做 Consistency 英文字 你們現在回去英文智慧 增加很多智慧 以後明珍我的官員 就英文 日文 英文要很好 以後你到那邊上課 我全部用英文 心裡要準備 Consistency 叫做一致性 什麼叫一致性 我今天來這邊 穿西裝打領帶 穿皮鞋 我右邊穿高跟鞋怎麼樣 會不會很奇怪 你有一個系統 系統上有矛盾的地方 你才被派遞 對不對 這叫Consistency 一致性 一致性是什麼 一個形式系統裡面 不蘊含矛盾 其實法庭雙方都在證明 對方 你講的證據 跟你的論述不一致 你就輸了 對不對 工房的雙方 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不知道 好來 我再跟你講一個事情 法則 法則就是放諸宇宙 各個地方都準的道理 叫法則 我不是講法律 法則是說 宇宙都一樣的道理 比如說什麼 萬有引力 兩個物件會產生 萬有引力 宇宙每個地方都一樣 在地球上面 有地心引力 沒錯吧 所以在地球上 每個地方都有地心引力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活在地球上 我要寫建築法規 我的法規就要尊重地心引力 對不對 你要蓋房子 我會要求你建築結構 結構系數 用的材料 有沒有符合我的建築法規 準了我才讓你蓋 要不然你的房子會倒 會壓死人 沒錯吧 我要寫家庭的法規的話 因為人要生團 傳宗戒代 我要保護家庭制度 我要保護一婚 一男一女結婚生孩子 是不是 你懂我意思嗎 我要寫家庭法規 我要尊重這個大自然法規 因為人類要傳宗戒代 要生團下去 所以要保護家庭制度 所以我寫的法律 要尊重大自然的法則 要不然人類會滅亡 沒有掉 是為了這個理由 我寫這些法律 這是很基本的法律的觀念 好 所以在這個宇宙裡面 每個地方的標準都一致 就看似它是一致性的 可能要講的比較 所以我們今天 我講到這個 有幾個概念給你們一下 我們現在討論 中華民國憲法對不對 選總統 可是他從來不敢跟你討論 憲法以外的 國跟國之間的法律 為什麼 他的法律到這邊就全死掉了 你們來這邊台灣民政 我就要告訴你 什麼叫做國際法 什麼叫戰爭法 什麼叫做萬國公法 OK 然後這些法律的背後 叫做the law of the nature law 自然法 所以所有的法律 是一層一層建構起來的 最基礎叫做自然法 人類因為大自然所發現的一些原則 建構了國際法 戰爭法 再從這上面建構所謂的各個國家不同的 法律是這麼多的 他用的原則是根據這個 你知道嗎 你們第一個班 不用聽那麼多 只要聽到就好了 綠體叫做表理一致 你們第一堂就聽這麼重了 來 OK嗎 我繼續講 美國你是 我先不講美國 一個村子 一個村子裡面 你們要當老大怎麼樣 他很公平對不對 我在這一群人裡面 我要笑事情 我用的標準 換了另外一群人 還是要一樣 我不可以都不同標準 以後大家會反抗 你怎麼當長老 標準都不一樣 要當老大 不管在什麼團體裡面 你說過的話都要算話 也要遵守 也要運用的原則都要一樣 美國你要做老大對不對 你要當世界上的老大 你講國際法戰爭法是你遵守的 你要按照國際法解決所有領土的爭端 沒錯吧 美國人你講的 你是怎麼給台灣人這樣 發生什麼事嗎 根據就這樣合約 你明明是我的佔領國 你為什麼要放中國人來這裡給我管 這個中國人又很夭壽 違反戰爭法 改變我們的語言 改變我們的國籍 怎麼回事 但是你已經違反戰爭法了 所以我們就告美國 所以人家在法院裡面 當你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的話 美國就沒辦法了 就一定要處理 所以美國法院判出來的結果 其他部門就會照著做 所以才成立我們現在所說的 台灣民政府 我們是在法律之下所成立的 因為被佔領的地方一定要成立兩個組織 一個叫做軍政府 一個叫民政府 任何一個佔領國到一個國家 比如美國到了伊拉克佔領之後 他要在當地成立軍政府 負責秩序 民政府 負責管理一般人民的事務 所以一定有兩個組織 所以美國派在中國 蔣介石的部隊來這邊 代理他佔領 受降 之後佔領之後 他一樣也要做兩個動作 設立中國在台灣的軍政府 叫警備總司令部 在台灣設立他的民政府 叫做行政長官公署 後來改成叫做省政府 軍政府改成叫做海巡署 這樣知道嗎 所以不管他名字怎麼換 他的本質不變 就是軍政府跟民政府這個觀念 所以你只要是佔領地區的百姓 一定會面對這兩個行政組織 在你的上面來管理 還在啊 你們第一堂課就聽這麼多 我通常這堂課是放得比較那個 那沒關係 我當初講歷史的時候 很多年輕人坐在後面 你們都不太喜歡歷史 他說大山老師你講歷史 我從小就對歷史沒有興趣 但是我跟你講這句話一定要知道 史觀很重要 觀點會影響立場 立場會左右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再講一次 史觀很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 行為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觀點 你們在座各位有誰在寫歷史嗎 沒有吧 沒有吧 誰寫歷史 沒有那麼偉大 你頂多寫個人日記 校史 學校的歷史 公司研割史 歷史是政治掌權的人在寫的 沒錯吧 但是觀點 每一個人寫歷史 一定要從頭到尾的一個觀點 不可以換來換句 不然人格分裂 所以寫歷史一定有個觀點 沒有錯吧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男生有男生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對不對 北美印第安人 北美印第安人的觀點 北美有白人的觀點 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誰的觀點 要有實力的人有觀點 對不對 今天的歷史 不是印第安人寫的 是白人替他寫的 當然歷史 不是你自己寫的 沒錯吧 有實力的人決定 另外一個人的觀點 觀點中間產生衝突 是怎麼樣 不一樣 如果印第安人堅持他的觀點 現在印第安人不見了 會被消滅掉 對不對 沒錯吧 只好接受白人的觀點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 接受統治者的觀點 但是不是台灣人的觀點 所以我們搞得去抗議 人家就是 二話不說 一樣 同樣的教科書 套到你身上 所以我們要透過法律的程序 把這件事情弄掉 你佔領我這個地方 有戰爭法 會保護我們原本 我以後再講更多 現在不講這麼多 觀點不一樣 這樣會產生很嚴重的結果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結婚 當天晚上就可以吵架 那女生剛新婚 就想煮一份 展現他的手藝 炒菜 老公坐在那邊 煮給你吃 兩個菜燈上去 我說你先吃 老公說 不要不要 等你全部煮完 我們再吃 什麼再吃 你先吃 這樣就可以炒起來 老公坐在那邊 很熟悉 老公說 主持人我們等一份都是 菜都煮好 做定位 開動 老公說 我們要做行李 時間不太浪費 先吃 這樣就吵架 對不對 夫婦新婚就吵架 越吵越激烈 然後怎麼樣 接下去會怎麼樣 協調嘛 對不對 雙方人協調 再不行再協調 再不行就離婚 頂多離婚收場 但是這是人跟人 國家跟國家觀點不一樣 不是離婚 是會戰爭 會死人 幾百萬人流離師所向 像敘利亞的人 對不對 離開他的國家 到處被人家吞他 這就是觀點不同產生的結果 人跟人之間頂多離婚沒事 可是國家觀點不同 就產生這個結果 就產生台灣人現在在這段程度 觀點不同 所以觀點這麼重要 當然重要 我們現在要抓就是抓死官這件事情 歷史的觀點 為什麼那些人繼續在那邊投票 因為他的死官被改了 我跟你講台灣兩個關鍵時候 第一個是1945年 當中國人來到台灣 代替美國佔領的時候 台灣人說你有一個選擇權 你選擇要繼續當被佔領地的日本人 還是要選擇當中國人 會產生很大的結果 結果我們北部阿公阿嬤 把台灣人拚死在那裡 他發你中華民國身分證的時候 你也拿了 台灣人接受 可是我跟你講 我們那時候接受是迫於無奈 他跟你抬 軍隊進來 我們戰敗 第二次 再給你選擇的時候 台灣人選擇去投票 去投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這個虛假政權的票 去選他們的總統 不存在的總統 那這時候台灣人做什麼事情 他們是出於無知 上次台灣人做錯決定是出於無奈 這是出於無知 但是好在有台灣民政務的 法理的這一群人 幾萬人站在這裡跟你說 我們拒絕投票 我們拒絕承認中華民國自己系統 他必須要離開 美國你要恢復在台灣的佔領 我們要按照戰爭法來解決台灣的問題 你要按戰爭法的規定 來保護我們的權利 什麼權利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國籍 不可以發我 你什麼所謂的中華民國身份證 我們不是中國人 日本才是我們的祖國 你不可以叫我去當兵啊 我被佔領的地方 為什麼要當你的兵 這都是戰爭法裡面保護的喔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語言喔 你不可以大量中國人進來跟我混 混到我們種族都滅掉喔 這是基本的 你不可以把我小孩子 送去給他們受教育喔 這是戰爭法裡面保護的對象 你知道嗎 來 再來 慢慢再講 時間不夠 所以我要跳快一點 這個是比較難的啦 這個下次再講 我們現在直接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到很多 有關歷史的東西 所以 台灣這塊土地 只有兩種人 哪兩種人 台灣這塊土地只有兩種人喔 大三老師 不是有什麼本省人 外省人 不是啊 他就是用這個名字 把台灣人分化的 因為他剛進來的時候 佔領的人很少嘛 台灣人是絕大多數都是日本人嘛 所以他用分化族群的方式 分 這是客人喔 這是火洛人喔 這是什麼人 這是專家來的 這是專家來的 這是花蓮的客人 這是兵党的客人 那都不一樣的 你們以前就是 夾西圓的 對不對 你是什麼做的 什麼做的 對不對 他就幫你劃分嘛 本來台灣只有一個人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嘛 我們的身分是什麼 被佔領者啦 所以這塊土地只有兩種人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知道嗎 台灣這塊土地只有兩種人 不要把我們揮的啦 我們只有被佔領者 被佔領者跟佔領者 可不可以 我跟你講喔 你如果是被佔領者 當初我們的祖先 都是比什麼吃 對不對 阿公阿嬤 或者現在還存活 我們爸爸就是 當時還存活 是被佔領者 請問被佔領者 有一天醒過來 變成佔領者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喔 怎麼變成佔領者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這樣的邏輯 被佔領者就是 被佔領者就是 被打敗 你就叫被佔領者 所以你不會變成佔領者 只要恢復到佔領狀態 就是只有兩種人 你的身分不會改變的 你的下一代還是被佔領者 你的驚驚屬身都被佔領者 不是 你這個也不能改變 你只要是被佔領 永遠是被佔領者 你是佔領者 永遠是佔領者 你知道嗎 就看佔領者的意思 你要佔領者的喜歡 他什麼時候 總有個日期是 這個日期不是我們決定 也不是你決定 也不是被佔領者決定 你問他一個很好的問題喔 戰爭法遇到你這個 就卡住了喔 什麼叫做佔領 他照理說你佔領完了 你就要撤退了啊 那就讓對方形成新的政府啊 可是美國一直沒有改變這個狀態喔 台灣這個被佔領狀態 有改變要美國國會通過的喔 可是到今天為止 都沒有宣布說 停止被台灣的佔領 究竟在合約上面 他還是佔領全國 主要佔領全國 這不是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台灣人比較小 我們只有知道法律在哪裡 知道美國人你訂的法律在哪裡 我們就在他的法律裡面 尋求解脫啦 但是我跟你說 你先要承認自己是被佔領者 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你是被佔領者 才會受到戰爭法的保護 我們早就在法院給他鼓 因為你過去都做不到嘛 你不可能變成佔領者 你什麼時候會跳起來當佔領者 現在國民黨就這樣跟你騙 他就說你們都來做佔領教好不好 所以1945年發你身份證嘛 比佔領教比較可能啦 來來來來 給你中華民國身份證 我們都做決定來做佔領者 我們把台灣的土地吃掉好不好 這就是國民黨跟你騙的 所以你絕對不可以騙 你如果堅持我是大日本帝國 我是被佔領者 他今天根本動不了這個動作啊 就是因為你接受說 你中國人喔 你要吃東西吃喔 去做兵 合理的啊 你當中國人當然去當兵啊 跟你抽水 可以啊 因為你要做佔領者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願意當中華民國人 所以你要去當兵 所以他改變你 你說中國人啊 你講北京話合理的啊 你現在不可以再被騙啊 中國人被我們騙了 要怎麼騙啊 你怎麼騙啊 整個七十年喔 你真的要去當佔領者 結果佔領者要自己買武器啊 是不是 照理說被佔領者 我們不用買武器了 我們不用當兵 是美國要替我們當兵 我們不需要買武器耶 台灣這塊土地是你美國要保護的耶 不是我們台灣人要自己保護耶 你弄錯了耶 你如果在中華民國體系裡面去 你跟蔡英文當選是不是 要維護主權 維護誰的主權啊 你根本沒有擁有這塊土地的主權 你維護什麼主權 我們是備戰營的百姓耶 我們根本不用做兵耶 也不可以買不起耶 不可以把我們抽水耶 那都不可以耶 我如果有出問題我就要去找美國耶 我們不需要跟中國對話的耶 對 現在我們很幸運耶 可是台灣人不願意面對 你比較聰明 我上課上那麼久 他算反應很快的 你們接下去幾天 你可以跟他多聊聊 沒錯 這樣很幸福 你不要覺得當被佔領者有什麼減少 這才是保護到台灣人 因為你打不過其他人嘛 你要自己去搞軍隊嗎 你要多少武器才可以跟中國打 那根本不用戰爭啊 因為我給你關啊 你就要告訴我 是美國要傷腦筋耶 不是我們要傷腦筋耶 不錯不錯 這一次的課 雖然說比較冷喔 但我跳過 我直接講下一個 這樣知道嗎 給你們看一個簡單的圖 我們是佔領狀態 上面說台灣關係法 就是這一個人 上面那個人 ROC都嫁 上面那兩個人都嫁給你 上下起手的目的 我們現在不講那麼深 以後再看 今天就是要幫助台灣人 從支那系統裡面走出來 不要讓你走出來 好嗎 來 那我就跳快一點了 來 說一下故事 你為什麼時候開始知道自己存在 世界上 當時開始 我跟你說 你個人忘記了 你當Baby的時候就知道 為什麼 你拜託腰 好 媽媽給你吃冷 馬上你就有一個滴淚接觸 接觸到除了你以外的 媽媽的身體 對不對 你就知道自己存在 慢慢的弟弟妹妹跟妳玩 爸爸跟妳玩 你就更多的參考點 所以你對自己的存在 越來越有信心 因為好多參考點 對不對 所以從小被呵護長大小孩怎麼樣 存在感很強對不對 存在感很強的人講自信心強 自信心強的人怎麼樣 學習力也強 學習力強的人就可以貢獻這個社會 但是這個過程如果一開始就出問題 比如說小孩子 拿出席的時候 肚子餓 啪 叫他吊吹 寶貝 寶貝會嚇一跳 那是什麼事情 對不對 所以我以前到育幼院裡面 帶糖果餅乾去育幼院 看小朋友的時候 大家都玩得很高興 可是就有一兩個 躲在桌子裡要不要出來 我就說怎麼回事 後來老師跟我講 他們都是受女兒 就是這樣自小人 把人家大了 正常Baby是要建構自己的存在感 但是基本上打 打到最後就說 我不希望你知道我存在 我沒有存在感 我沒有動作 我沒有這個人沒有在那裡 小便就好了 很可憐 對不對 這就是台灣人 台灣人過去經歷的時候 我是台灣人 打下去 我台灣人說台灣人怎麼不對 發脾 發脾 這就是過去我長大的環境 當你在形成你的存在感的時候 被否定 沒問題 灌一個鬼的名字給你 什麼鬼的名字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不是鬼啊 是啊 離開他的身體是不是鬼 你離開身體是不是鬼啊 對不對 中華民國你的身體在中國 台灣不是你的身體 你早來台灣做什麼 你是鬼境管嘛 沒錯嘛 所以我要講一個故事 格拉森地方 聲音上有一個地方 叫格拉森 這個地方 天然石灰圓洞 很多一屁一屁的 人死後 沒有寶寶丟到裡面就好了 就不能做棺材了 久而久 這是西郎座 變成墳場 西郎座的所在什麼座 魔神座座 對嗎 有一個年輕人 躲在村子裡面 就被鬼附身 整天都不穿什麼 死過 亂種亂 村子的人覺得很麻煩 用鐵鍋把它拔起來 沒有多久 趕走回去 很有力 走回去 每天在那裡 就說耶穌 聖經上 這是聖經故事 耶穌來了 代表真理 這世人就像亞洲陶神 說 永生上帝的兒子 我的時間還沒有到 你現在就來為什麼 現在就下地獄 耶穌不跟他講話 問他一句話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不說請問 你叫什麼名字 這個年輕人在那裡 突然間冒出一句話 說我叫群 一群的群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整群 耶穌想說 從這個人身上出去 整群聽到亞洲說的 當然跑了 兵要兩千頭豬 就附在豬身上 豬就沖到海裡淹死 這個年輕人 撤起來 整群跑了 就知道自己的名字 把衣服穿起來 恢復正常 你知道嗎 台灣人現在恢復正常 因為法理出來了 把整群跑了 台灣人撤起來 但是還有一天 沒有要讓整群跑了 什麼人 當機 倒頭 以前在扣整群 在賺錢的這個人 不敢讓中華民國跑 是不是 這樣聽得懂這個邏輯 被抓到賊國王子 發現自己的身份 現在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是被佔領地的百姓 比什麼的 這才會被保護我們 所以你的身份證 美國叫我們辦的那個身份證 就是要證明你是大日本帝國 你的祖先裡面 在大日本帝國有戶籍的人 就證明你的身份 中華民國不敢對你怎麼樣 所以我們在這邊一直講 就是這個 你的身份已經站出來 過去美國說 好 你要我恢復佔領可以 可是被佔領地的百姓在哪裡呢 你們都去拿中華民國護照 你們都中國人 我要佔領誰 所以你這個身份證一跑出來 我說在這裡 我們現在知道 五萬人在這邊 告訴你 被佔領地的百姓的後代在這邊 我還是被佔領者 你要按照戰爭法來解決台灣的問題 你跑不掉的 對不對 你美國 你老大 我們按照戰爭法 國際法來解決 你這憲法也說這個很重要 你會遵守 我就相信你會遵守 因為你是老大 你知道嗎 邏輯很清楚 但是我現在給你們補的是補一塊 是比較 我們台灣人比較夾的部分 這是什麼 日本時代 在日本時代 來 大日本帝國台灣歷代總督 1895年到1945年 以後中間那一段 再給我們其他的講師 把它補充 那我大概講 來 1895年歷代總督 你們知道1895年嗎 對不對 馬關條約結束之後 大日本帝國拿到我們 就一步一步 把我們襯衫 把我們建設 最後成為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那這個過程我們要看 來了不同總督 明治28年 這過期你在中華民國的 拿來這裡 謝謝 來 第一代總督 華山之際 貴太郎 乃木西田 兒魚元太郎 這是後騰新品 裡面做的事情有多少 你看 立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 台灣總督平議會設置 醫院什麼理番 你們可能看這個 要念完很辛苦 所以我跳快一點 那大日本帝國要建設 台灣要錢 我跟你講 證明都在這邊 你可以上日本的網站 把大日本帝國議會 通過的預算 多少錢撥到台灣來建設 就知道了 這沒辦法騙人 大青帝國你撥了什麼錢來 我告訴你 中國人來台灣只是做幾件事情 起生 起廟 抽稅 貪污 再講一次 起生 起廟 抽稅 貪污 就是以後你們再慢慢想那個內容 然後第五代 佐久間奪買泰 你看 有台北市街道下水道 你看1995年 這是1906年就有了 縱冠縣全通 中央研究院開始 你看 台電 那一年有黃太子店下行 我要介紹這個 為什麼要介紹他 因為那一年黃太子來台灣 那時候台灣人 有一些在東京念書的人 嚇唸給天皇說 這很亂不要來 可是這些人的動機可異 因為什麼 來 他自己下來 東京的學生輩 在台沒有輸多少個人 因為他們是社會主義 就是共產主義的背景 社會主義 要來亂的 但是一般人民 一般台灣人 是非常的忠實順良 感事一事 同仁勝恩 沒有危險 我告訴你 女生嫁出去之後 回來打架櫥 不是打架櫥 不是打架櫥 自己的外架 人家問說 你生活歸有好嗎 通常說很好 如果是不好的話 眼淚就會滴下來 對不對 很好 這個騙不了人的 對不對 所以人家問說 日本時代有好嗎 北部羅說很好 那是很自然的 不需要別人你知道嗎 你當人家對你好的時候 是很自然的 很快樂的回答 你知道嗎 所以你在講說 日本好不好 人家都黑落 那我們來看看 這是過去的台灣人 長這個樣子 英俊漂亮 對不對 過去的台灣人 1920幾年 我告訴你 1920幾年的台灣人 這都留英美法的 這叫杜忠銘 聽過沒有 高雄醫院的創辦人 過去的台灣人的精英 都是這樣 這是我親生的 叫做過八歲 哥倫比亞大學 來自他們的同學會 那時候在日本人的建設底下 從一個完全不四字的 大清帝國統治底下 現在變成這樣 1943年 小學生932225人 你看 教育普及率71% 全亞洲只低於日本 以達先進國家之類 那時候日治時代 台灣留學的風氣非常盛行 共計20萬人 台灣人在六八萬人 20萬人留學 同學路 你看 鹽水龍、鹽村山無錫原 有沒有 美術、化學、經濟、神學、政治、醫學 都有啊 1920年的台灣人 不是只留學日本 留歐美 來 告訴你們 今天時間不夠 我就看一點照片 這是大清帝國的照片 長這樣子 我告訴你 馬接博士 1885年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 黃厚旅館 好可憐 你看 馬接 這個 西方國家來 就要去 蓋醫院 蓋學校 因為大清帝國 不好的統治嘛 我告訴你 七十年去廟 挑選擇武 但是 歐洲的傳教士來 給我們做這個 你看 萬歲起 醫療 那時候台灣人平均說明35歲而已 很快就死了 平均說明35歲 這是日本時代 你看 從剛剛那個一下跳 我現在先給你看一些 那時候的照片 我現在時間不夠 我跳快一點 日本時代 補助台灣新聞 你看 總督府 你們以前都沒有看過照片 是不是 日本時代 你看 我們年輕人 有那種同一起的那種感覺 那時候的大學生 那時候的台灣人 你看 有參加畫展 喝茶會 你看 日本時代 有沒有沒有看過 這是北投的會車 你看 到海邊去玩 他們這在幹嘛 抽煙 不是浪漫 他們在念台劇 日本的排劇 來 你看 以前有划船隊 你看 像歐洲那種 長春等的學校 划船隊 日本時代 你看 像歐洲那種 上課的樣子 你們都沒看過 劍道 你看 男生要學 相撲 柔道 你看 我們以前是掛這個旗的 家裡有生男生 女生的教育訓練 你看 有武術 花藝 才藝 裁縫 烹飪都有 有沒有看到 以前是日本時代 是這樣子 女生你看 你看 你看表演 你們都沒有看過 以前是橫陽路 沒有看過 日本時代 你看 好 我們準備放影片 影片時間可能不夠 我們直接放好了 小聲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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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個 小聲二十Percent 謝謝 待會我會回來 照片 待會再說 有時間再回來 189馬關條約之後 台灣歸出我國 大日本帝國 6月17號 台灣總督執政 四十年拍的影片 新興的台灣 你看現在台灣跪起的大清已經完全破呆換骨 改例之前大清帝國把我們當作畫外方帝 畫外之民 我們的居民是畫外之民 改例之後 日本政府致力於童話訓譽為帝國成名成效卓著 不初幾年平定土匪的叛亂 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改修 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理番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改革或軍事方面 都非常完備 幾年以來就蓋起來 所以叫帝國 黃氏一視同仁的恩哲 也目的就是最後會成為日本 日本神聖不可分割領土一部分 一直有台北市已經有夜景 夜景要什麼? Infrastructure基礎建造做得很好 電要配線 才可以有夜景 台北市是台北市 台北市在北京那時候蓋好 我們可能要稍微跳一下 待會會跟你講 稍微跳一下 還沒到 那時候有颱風 順便把過去大清帝國蓋的那間房子 都把它重新整修 換掉 城牆把它拆了 只留下這個 城門 四個門 那時候開始有三山樓 三山樓也是有快車道 旁邊有種樹 慢車道 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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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來 這都誰來 台北周廳 台北 我們 台北 我們 沒關係 阿伯都用自己去英文 不用畫英文 什麼叫做 政府 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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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的規劃 為房子亂蓋 微鄉微鄉建築 難民式的建築方式 太高鐵做高鐵 不是這樣子 這是國土規劃 現在總統府以北 就是到橫陽路那邊 我們再往 稍微跳一下 準備一點點 一次都跳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了 好這邊 然後有公車 你們看 台北市公車 一旦台北市就有公車 這個叫做丁仔卡 來再跳一點點 一滴滴 啊回車 台北AQ AQ就是車站 回車站 以前有人力車 還有Taxi 計程車 有Taxi 還有市內公車 有一個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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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攝影機車 人力車 大変基礎 所以盛力車 盛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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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多一輩子 這之下 第二天叫他站起來 明治橋 儀山園山 下面是紀隆河 很漂亮 台灣神社的園山上面 這裡都一樣 台北公會堂 日本是來的 博物館 沒有人在殖民地蓋博物館 會蓋博物館就是他的領土 才是蓋博物館 台北放鬆主電台 一天台記一記 放鬆電台 植物園 所以帝國的臣民 他注重的是休閒的生活 不光是努力工作 平常該有的休閒 現在來到就是 還沒有改的部分比較大中間 我那邊就是以前的古早 大清一字面 你看看就知道 都不一樣 稍微再跳一點點 對 妙 你不要看他拔腳 年輕的沒有看過 我阿嬤的拔腳 待會看一下 你看 蠻殘忍的 一輩子就放鬆不能再這樣做 你看 中間那些蠻殘忍的造成 那些都不一樣 你用通廳 兩百公里一定會有這些 文化的軌跡在 和日本時代完全就是對照族 這是介於中間的 梨化街 來 往淡水 現在來去北斗 北投溫泉 有沒有看到 那些都在日本時代中的 開始開發溫泉 阿再來 再一點點 高爾夫球場 日本以來的高爾夫 怕高爾夫 你看 淡水高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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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的日本 你準 日本時代的高爾夫 新竹 新竹也是不錯 稍微跳一下子 再跳一點 新竹 主要我要給你們看茶葉的部分 這街道也很漂亮 茶葉前半部 都手機一般 對不對 再來你看 開始都是 藍工 再來 現在去日本時代都用激氣了 你看看 日本時代都用激氣了 你看 生產線 每個乾乾淨淨 帽子都戴起來 頭髮都被弄髒 他說你阿嬤阿祖 那時候就開始這樣做 生產線上 你看 動作都乾淨俐落了 你看 日東紅茶 日本時代 台中 台中 台中那時候號稱是小京都 很漂亮 日本那是新興城市 你等一下這樣看你就知道 他才是台中 台灣首都 台中 香蕉之都 你看 街上的路燈 哇 漂亮 有整個乾淨 金賊 整齊有 柳樹的台中樹 幽靜而美麗 由台灣的京夫之稱 彰化銀行 彰化銀行 那時候 這是 台中的酒店 我們有 六大洲 第一書 我們叫做第一書 來再跳一點點 白中公園 那時候就是這樣 不是後來去的 台中公園以前就是這樣 沒有 有噴水底 以前就是這樣 還在跳一下 我指教日月潭 這個很重要 因為台灣的電力 就是不能開花 日月潭的電力 高壓電力 24萬千瓦 全台灣的分配 高壓電線 工業台灣的原動力 台灣經濟文化發展 台灣最大唯一的 動力供給力 出發 日本經濟文化發展 有設計好 台南 這邊跳一下 因為這邊 這邊 這邊跳一下 這邊跳一下 這台南 都留在家族 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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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的街道 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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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世界地,僅次於古巴、印度、爪娃 來,再跳一下 你看,以前的工廠就很漂亮 那是最近的事情 我現在是1930幾年、38年的時候拍了影片 再跳一下 再跳一點點 我們看他 看他怎麼跟 你看 一瞬就已經是這樣子 本來就用耕耘機 不是在耕耘機 機器在耕作 已經有地下水道 有自來水 有水源區 都有做 再跳一下 直接要做酒精的地方 鍋爐 然後再提煉成酒精 燃料用酒精 再跳一下 再跳一下 你看 實驗所 所以中國來是等於是到一個先進的國家 不曉得怎麼去統治你 來就做了不少破壞 那這個是農業部分 那是迦南水菌 突然灌溉也這樣變三座 後座 你不能 八田羽衣給你這樣做 OK 嘿嘿嘿 因為有這個 這麼好的建設 全台南的 很大片的土地才有要灌溉 來到 高雄 這邊再跳一下 我們直接去看那個 輪船 載貨 你看 一時就是這樣 有沒有 大的那個吊掛的 來再跳一下 高雄和雞人港 日本人都可以沖在這裡 來再走一下 待會幫我放在照片的部分 我再走過一下照片 還有幾分鐘我就走照片 你看 沿著高雄港 旁邊都是工廠 相當的漂亮 很整齊 這個 這比日本喔 這個台灣喔 馬子里 祭典 馬子里 以前從 Kobe出港 三週月 Fukuka Kyushu 比方從門司這個地方 一番困窮 優秀線 六隻肥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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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南方開発的 國際使命 追考機関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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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附 變成 那裡 限定 海底 澱 透過 淘汰 那時候 內譚 還有地下 海底電纜 通過 所以 你看建設是各方面 同時在併行 還有揮機喔 固定每天一班喔 回來 產業與經濟 南京政策 高砂組 我們改放一下照片 我們看一些照片 我過去的照片打開給他們看 我這邊資料很多 從第一張來 我按得很快 大家來看 照片 我就開始看照片 你看拉過來那個照片開始放 我可以點了嗎 還是你 把它放大 把它放大 放到最大 按那個Slide Slide的地方 OK 謝謝 所以我按的 會跳嗎 我按的它會跳嗎 下一張 這不會跳啊 你幫我按 好 按 跳 這放大 你按Slide 它就會用Slide的方線程式 按這個 對 有嗎 怎麼了 好 OK 好 來 下一張 下一張 OK 下一張 下一張 這不行啦 來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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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太累了 來 再下一張 這什麼 再走 慢慢走 來 再走 再走 來 再走 你看高砂族,然後祭典,然後跟著走 有些照片讓你們回憶一下 日軍進來以後慢慢建設 那時候他們有抵抗,到小學裡面去屠殺 因為不願意接受日本的教育 有些高砂族跟他們抵抗 只有日本老師把他救出來 把這小孩藏在分坑裡面 接下去接受教育之後 就不再出燥,就把人頭趕下來 接受教育,來,再下一張 第八連隊進來,再走 小朋友開始學習畫畫 來,再走 第八連隊,再走 你看看,這張第三國路 再下一張 第三女高,我媽媽第三國路 就是中山女中的簽證 你看那女生每個都很漂亮,有沒有看到 回到剛才那張,女生是不是都很漂亮 當時的日本人 在教育底下,台灣人的臉書是這樣 我們現在台灣人的臉書是什麼樣 很大的變化,我沒騙你 來,再下一張 帝國的人就是帝國的人 你看以前的房子,鐵道旅館很漂亮 再走,我只讓你們知道一下 有什麼差別,再走 來,再走,來,再走 北一女的裁縫課,再走 來,有一個節奏 來,台北公會堂 他把他改名叫中山堂 其實不是,公賣局 再來,再來 再走 再走 那是內部裝潢 你看以前的 來,再上一張 你看,以前的餐廳就是這種裝扮 廚師都是戴白帽子的 西餐廳撞球台,裡面有冷氣 再來,三線路 你看,棒球隊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子 什麼紅葉隊我們棍子打石頭 哪有這麼可憐 日本時代就是 欸,棒球那一張 來,有帽子,有手套 有球,棒球有球具 有對齊,有教練 什麼台東,不是台東 這全台灣各個地方 每個小學,南門國小 台北市的室內棒球對抗賽 不是啦,我現在說 日本時代才是一開始 日本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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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這樣的水準 才有可能打到 卡農 打到加農 才打到日本 甲子園的冠亞軍賽 是一個全台灣 我手邊幾百張 台灣各個地方 國小的棒球比賽 就表示這個是全民運動 你現在中國人 打到你的時間順序 是亂掉的 日本時代 你阿祖那時候 就開始這樣打球了 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是 現在是退步 不是進步 以前是進步的 是這樣子 以前就打棒球 打成這樣子 來,再走 以前就有 你可能還有一些可以更新的 來,再往前走 以前就有公車 這是台北火車站的前身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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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以前建中的學生是這樣 來,再走 你看 像博物館一樣 再走 再往前 再走 你看 那不是最近的照片 那都是過去的照片 再走 北投那邊的火車 來,再走 再走 再走 台灣那時候也有博覽會 萬國博覽會 人家可以來參觀 以前就是這樣 來,再走 再走 再走 這是第二階段的台北火車站 再走 再走 這我們剛才看過 再走 這是什麼 剛才那個國標舞比賽 在中... 一直在國標舞 再往前走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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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鄉下的幼稚園 來,再走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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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香蕉出口 來 再走 再走 好啦,我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看到這邊 再走 走快一點 我們讓他們全部看完 因為你對於台灣過去的影響都不對 國民黨都給你咬得不對 怎麼會去紅葉 那是中國人咬得很可憐 才有紅葉棒球隊出身 再走 再走 加農 以前就是這樣 再走 你看過期的相比 前一張彰化水源地 就是每個地 加在都 來,再往前走一張 彰化水源地 結果自來水 才需要有水源地 再走 中國人來根本不知道怎麼會自來水 台南雨中 以前就是這樣 OK 再走 再走 台南 來,上一張 台灣師範 打網球 來,台南再往前走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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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台南 高雄 再走 你看 前一張 這是高雄的軟式棒球比賽 棒球隊 來,再走 再走 再走 來,走快一點 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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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按完 給人 基隆女中 來,按完他 按完他 剛才是台東 好,停 關掉 我最後一分鐘給我講完 這就是日本 世代建設的台灣 你過去的想法 這個國民都給你改 我現在來補 就是補那一塊 讓你知道事實真相什麼 有照片 有影片 還有邏輯推理 這就我們要講 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